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醒了 正好给你买了早餐 李欢 你可不可以 帮我找个女护士过来啊 干嘛麻烦别人呢 我带你去 这不好吧 没事 不好吧 放下了 小心腿啊 好 丢死人了 下次还是帮我找护士吧 不行 小心 小心 哇 好 冯冯 把手给我 好 手 快点 快 捏制 好了 好 今天呢 朕 伺候你用晒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来 降罪 李欢 你好慈祥啊 你这样 你这样 让我想起了我爸 什么 你以前照顾我的时候 也让我想起了太后啊 调皮 你更调皮 来 太后 用晒 尝一点来一口 不吃 不吃 不吃啊 乖 叶波 把李欢电话给我 怎么 你要人家电话干吗 强占人家妻子啊 叶波 小枫不见了 快给我 冯枫不见了 冯枫不见了 你就要人家电话 通知人家你已经强占人家妻子了 你这个人啊 当小三当得我毁三官好吗 你太狂妄了 明天晚上就会有人报道你 叶家三少当小三 还是个男小三 叶波 叶波 谢了 冯枫啊 我们出去走走吧 我看外面都是推着轮椅啊什么的 我感觉还挺舒服的 我去租一个来 李欢 你回去吧 我为什么回去啊 我回去谁照顾你了 珠珠啊 那都是外人 人家也要上班的 你老麻烦人家干吗呀 我不管 我要睡觉了 睡觉 睡觉不能蒙着头 对身体不好 我旧萌 你别睡了 你天天睡 你是猪啊 我成天吃了睡睡了吃 我不是猪是什么呀 你干吗 你这是干吗呀 你老不让我活了 你老不让我活了 我想跟你说说话 好几天都没有听到你唧里呱啦的了 我不想跟你说 可是我想跟你说 我不想跟讨厌的人说话 我当皇帝的时候 你讨厌我我可以理解 我都已经到现代社会 改了好多的缺点了 我没那么招人讨厌了吧 你为什么还讨厌我呀 因为你是段正纯 我讨厌段正纯 芳芳 又是你了 小公公 段正纯 花心大萝卜千年僵尸 我最讨厌你这一脸坏笑了 是不是我现在成这样 你特别高兴啊 生理来了 喂 李欢 冯锋在哪儿 叶佳 冯锋在哪儿关你什么事啊 你这该死的第三者 李欢我再问你一遍 冯锋在哪儿快告诉我 滚 你俩坏笑 一准没好事 我这笑得开心哪 非常非常地开心 因为什么呀 我当然要开心了 我借到新生意了 新单子 哎呦喂 单子这词你都会了 真时髦 是吧 老实交代 老实交代 是不是我出事的那天 你故意不接我电话的 我就是故意的 你说你平时老那么欺负我 我得拿拿架子 要不 你怎么知道我的重要性啊 是不是 还拿架子 我看你就是为了当护花使者 你就故意不管我了 不管我的死活了 不不不不 我真的不是那样想的 我不是故意的 你相信我啊 没事没事啊 谁让我是打不死的小强呢 啊 芙芙真可怜 你不是小强 那件事情真的是我不好 我知道错了 希望 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其实 我一直都希望只对你一个人好 相信我 是 你写的那个小说啊 我天天在网上追着看呢 可好看了 你里面写的那个皇帝 活里活现 是不是 以礼欢为悦行啊 那 那那个家业是谁啊 家业就是家业呗 和尚 对 不对不对 不对 这个家业 他肯定也是生活里的人物 你肯定是把生活中的人物 也写到小说里去了 对不对 我知道 你这个艺术嘛 它来源于生活 但是高于生活嘛 对不对 哟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这个家业 肯定也是生活中你的追求者 像李欢一样 他追求你吧 家业 夜家 上次听你打电话的时候 念叨的是夜家 他们俩是同一个人吧 对不对 死人 你呀 快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跟我一无一时地交代 我又不是犯人 我干吗要交代啊 你不说 我也知道 这个夜家呀 来得可不小哦 他呢 是洛克菲勒医学机构 驻中国地区的首席专家 他有好几个头衔呢 我听说他是 医学博士 心理学博士 哲学博士 西方宗教研究博士 和东方佛教博士 这简直就是一个 福尔摩斯在世啊 我看你才是福尔摩斯呢 哎 你现在 是不是觉得我说得特别对 特别崇拜我呀 你给我老实交代 这个夜家 是不是在追你呀 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 有什么值得人家追的呀 我是单相思 你怎么了呀 你可是美女作家呢 不过我告诉你啊 人的一生特别特别坏 刷的一下就过去了 你要是真喜欢那个夜家 你就应该勇敢地去追 你知道吗 时间不等人的 要是有你说的那么容易 就好了 算了 你想怎么做我不管你了 不过呢 你的小说一定要快点写 我可是你的头号粉丝 我天天追着看呢 好 为了你我也会加油的 你上次说 你妈妈帮我找房子怎么样了 早就给你找好了 要不是因为你住院 现在就可以搬去住了 人家把屋子都给你打扫好了 所有家具都特别齐全 只要你人直接进去就行了 真的 那我马上就搬 不行 你在住院呢 我这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 我这脚伤养两天就好了 我可是穷人住不起医院 李欢不是说帮你找好医药费了吗 我不想用她的钱还欠她人情 我要跟她一刀两断 老婆 老婆 说草草草草草就来 竹竹啊 谢谢你照顾我妻子 你乱说什么呢 谁是你妻子啊 我妻子当然是你了 竹竹你先上班去吧 那我走了 拜拜 我会想你的 拜拜 喂 你能不能不在外人面前这么叫我啊 为什么 你就是我妻子 我下过聘的 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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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走了 没事我自己可以的 听医生说 这石膏 回家拆就可以 我想过两天就出院 那不行 你还没好彻底呢 万一留什么后遗症 我不还得负担你一辈子 你想得美 像我这种伤啊 不能指望她一天就好 回家养个十天半个月的自己就好了 你要想出院你休想啊 蠢女 你是不是担心钱呢 你这个女人该省的时候不省 不该省的时候瞎省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个财迷 你 叶佩给我打电话说找我有事 我过去看一下有什么事 一会儿你要是有什么事情 你打电话给我 我先过去了 你去吧 记得多喝点水啊 嗯 你去吧 冯冯 干嘛又回来了 我害怕 我害怕一离开你 你又不见了 在这个世界上 我只有你一个亲人 我害怕 你又离开我 不管我了 你现在怎么跟个老太太一样 磨磨叨叨 磨磨叨叨的 哎呀 快走了快走了 傻 出去啊 叶伯父 这次找我来 是看什么宝贝啊 确实是看一样东西 不过这一次看的不是什么宝贝 而是一具尸体 来 坐 几天前 在莲花山上 就是找到皇帝的剑和古籍的地方 发现一具古代女尸 是 国外买家已经和我谈好了交易 如果鉴定清楚年份和人物身份 这个成交价可是天文数字 这是白教授从现场发回来的照片 这具女尸很有意思 出土的时候呢 整个身体保存完整 没想到古代的防腐技术是如此发达 只是 只是什么 脸部好像被毁容了 难以辨认 不过我已经找了人体的骨骼专家 利用计算机恢复容貌 我一直在研究北魏时期的历史 我怀疑这具女尸 应该是当时的陈皇后 所以请你来 想利用你的丰富的历史知识 帮我辨认一下身份 那 好 李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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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你认为她是陈皇后吗 我又不是那个朝代的人 我怎么会知道她是不是 苗枝 我的皇后 你真的已经死了 冯芳说得没错 冯芳说得没错 芬妮 只是长得像你的一个现代人而已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芳芳 你是我唯一的亲人 芳芳 春女人 我又接到戏了 电影《少林寺里的皇帝》 恭喜你啊 他们给我钱了 那我现在就到医院去 你别去医院了 快回家吧 不用去医院了 我出院了 不需要别人照顾了 快回家吧 好的 那我知道了 我现在就回家 芳芳 对不起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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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吗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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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你在哪儿 我在新的出租屋呢 我不是跟你说过我要搬走的吗 你在哪儿 你告诉我你在哪儿好不好 你告诉我 芳芳 你在哪儿 我真的挺好的 你放心吧 只要你愿意 我还是会把你当做朋友的 芳芳 你告诉我好不好 我再也不会缠着你了 我不会再强迫你做我的女人 我只是想好好照顾你 告诉我好不好 喂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问题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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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疯狂 走到天涯海角 我都一定要把你找回 小枫 小枫 小枫你在吗 小枫 开门啊 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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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枫你在吗 小枫 李欢 小枫在哪儿 她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你是不是威胁她了 小枫到底怎么样了 小枫是你叫的吗 她是我的女人 你是小三 第三者 快点告诉我 告诉我小枫在哪儿 如果不是因为你 枫木不会离开我 我要杀了你 你杀我 一千年前你就把我给杀了 现在你还要杀我 我绝不会让你再杀我 我绝不会让你再杀我 你居然记着一千年前的事情 你根本不是叶家 你是家义 李欢 我 冯芳究竟在哪儿 你是不是把她给杀了 对 我不但把她杀了 我还要杀死你这个不守听规戒律的言 别生 你曾经对她做了什么 李欢 李欢 朱朱 看到桌子上吃的了吗 我正在吃呢 还是你最好 知道我喜欢吃什么 那必须的 汤喝了吗 都已经喝完了 多喝点对身体有好处 嗯 我知道了 你等一下我好像有电话进来了 那我再先等你快点啊 嗯 朱朱你说吧没事了 那么快 你都没接吧 什么人啊 无关紧要的人 是那个李欢吧 他还有脸拿给你啊 哎呀不是他 那是谁啊 喂 你怎么不说话了呀 哎 难道是那个天才博士叶佳 哎呀冯冯 你别不吭声啊 嗯 别说了说点别的吧 为什么不说啊 你那天一直念叨叶佳叶佳 我已经觉得很不对劲了 哎呀你能不能不再提他俩了 嗯 好好好好 我知道了 行 那你好好休息 我呢要是下班早的话 我就过来看你啊 好 我知道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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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好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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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叶博士 你的脸怎么了 没事 遇到一个人发生点争执 打架了 报警没有啊 刘强我没事 对了 有位小姐在找你呢 她在哪儿呢 在外面呢 你就是叶佳 这位小姐你是 我是珠珠 我是冯冯的闺蜜 那你能告诉我她现在在哪儿吗 珠 小枫 怎么是你啊 你怎么伤成这样了 我没事 就是关川连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下来 我还要工作呢 就不陪你聊天了 你回去吧 我来找你不是跟你聊天的 跟你打电话你不接 我以为你 我知道你工作忙 回去吧 你也看见了 我没什么事 小枫 我之所以 前几天没有给你打电话 是因为我想静一静 因为你和李欢的关系吧 我一直 我跟她没有关系 就好像我跟你也没有关系 小枫 好 叶佳 该死的叶佳 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你不是我的家业 你不喜欢我 要不 怎么这样就走了呢 你会不会再来敲门啊 我先扶你进去 那天我摔伤了 给你打电话你也没接 我还以为自那天以后 你就不理我了呢 所以我就决定 也不理你了 小枫 你知道吗 那天我跟李欢打完架以后 我心里就特别难受 我心里就特别难受 你和李欢住在一起 我心里感觉很不舒服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你 那天 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在实验室晕倒了 我心里感觉很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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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了 但是当我再跟你打过去的时候 你的手机就已经关机了 我心里感觉很不安 这两天 我也特别着急 我以为 你被李欢害了 小枫 小枫 我有一套别墅 现在基本空着没有人住 你搬过去和我一起住吧 这样我照顾你也方便 不用了吧 我马上就快好了 那也不能没有人照顾你啊 好了 你别管了 你先坐这儿好好休息 我去帮你收拾东西 家业 只有你才有这样的语气 这样的神态 家业 我的家业 为什么每次见到你 我就一点免疫力也没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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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给我吧 您帮我拿一下 我抱你吧 我能走 快放我下来 放我下来啊 好 慢点啊 来 王伯 给 谢谢 不客气 慢点 你的奖章和奖状 比我的还多呢 你好厉害啊 你从火星来的吧 我不是从火星来的 我是妖怪 走 客气那边坐着 我扶着你 来 慢点 你放手的决定如此干脆 穿过山关上门头也不回 灿白的月光下 尽是浪费 尽是被晚风打碎 我不信你的手是我不对 太用心的面对让你太累 不断地去回忆 兔子伤悲 我独自不醉不归 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 看不清你心里究竟爱谁 我不许的回忆万一入睡 留下我独自伤悲 我呼吸的眼泪你无所谓 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 你把我的迷茫彻底搗碎 只剩我独自面对 我不信你的手是我不对 太用心的面对让你太累 不断地去回忆 封 封说不能乱人垃圾 垃圾 应该让你垃圾途 不清你心里究竟爱谁 抹不去的回忆难以入睡 留下我独自伤悲 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 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 你把我的迷茫彻底搗碎 你好 欢迎光临 你喜欢这件啊 小姐 你的眼光真好 这是本季的新款 你好 多少钱啊 两万八千元 抹不去的回忆难以入睡 留下我独自伤悲 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 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 你把我的迷茫彻底搭碎 只剩我独自面对 先生 您好 有什么需要吗 我要买这条裙子 先生 这里是时装店 不是饭店 您就做地方了吧 你居然敢跟朕这么说话 不怕朕中心九足吗 先生 麻烦您出去好吗 不要烦我们做生意好吗 麻烦您出去好吗 老子不发威 你当老子是孙子 这 这 朕是皇上 有的是银子 怎么回事 井里头胡言乱语的 我要买这条裙子 给它包起来 来 大哥 你怎么在这儿 就你自己吗 三弟 三弟 大哥 我带你回家吧 芳芳 是不是 我哥又惹你生气了 他这个人 一副人样 禽兽不如 还不如我呢 我只怕单身 不搞人妻呀 大哥 不是我说你 既然人家心里没有你 你这有何苦呢 你帅得这样没节操 还怕没有女人吗 好 我带你回家 一副人家 是要する 如果你带你来 Eu